好 部長好 我想這一次經濟部在特別預算裡面 編列了200多億 204億 那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既然我們紓困條例通過 現在600億的特別預算 經濟部又編列最多 那每個產業事實上都很著急 受疫情衝擊影響都很大 每一個都說是重災區 每一個都說自己災情慘重 那經濟部現在你們有沒有訂出一個補助標準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把整個的作業要點 有送到院裡面去了 好 因為階層剛剛確認是委員提到 現在我們審這個預算 經濟部你匡列了200多億 你也一部分是用來需要 給予受疫情影響的產業給他們紓困 到底哪些產業是真的受疫情影響 受疫情影響最大 優先順序 影響的金額多少 你們有沒有實際去了解 因為這個基準訂出來 才是真的讓經費用在刀口上 才是真正能夠將我們這樣預算 給予受實際影響的這些產業 給他們紓困給他們補助 否則會變成一個大撒幣的情況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當時我們也是一樣在編這個預算 我們都去洽我們所有的相關的產業的工協會 去了解他們的需求 來寄報邊我們這個預算 好 那這樣子好了 部長 我認為 第一個 必須要限縮在真正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是 第二個 我認為 要有防幣條款 什麼是防幣條款 就是對於 他本身 即便沒有疫情 他都可能因為經營不散 體制不好 即將倒閉 或是假公司 人頭公司等等 應該要訂定這些 不應予以補助的條件 把它列出來 這個應該我們有一個審核的機制 所以會有嗎 在你們執法相關辦法裡面 要點 執行的各級次 應該都有訂出一個審查機制 好 我希望部長不是說應該會訂出 而是你們必須要訂出防幣條款 這本來就應該這樣 好 第二個 除了防幣條款 我這邊也希望 因為我在特別條例裡面 預算書 薄薄60也看不到 關於心力的部分 也就是我相信部長你了解 是 這一次疫情 受很大影響的 對 中日韓 是 目前都是疫區 是 台灣目前控制的相對很好 是 所以可以預期 接下來國際產業 包括 不管是 高科技產業 高端產業 等等這些 會有轉單 產業轉移 是 經濟部有沒有 具體的 包括 怎麼樣去搶訂單 搶單方案 或者是搶產業計畫 搶人才的規劃 等等這些 因為這是我們的紓困預算裡面 除了防疫 紓困 振興 這部分也一直強調 但是我在預算書裡面 沒有看到相關的規劃 經濟部有沒有相關的計畫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受到這一次的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對產業界是一個危機 但是 你因應得以的話 是轉機 尤其 一個叫做 所謂的轉單效應 還有一個就是 台商 加快 速度 回台 投資的效應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就是 用這兩個方式 來再面對 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這些產業 我們這樣來跟我們的產業工會 一起來合作 尤其這一次的斷鏈部分 我們要 如何 來跟 熟死的產業工會 把整個 supply chain 整個供應鏈 斷掉的部分 把它補起來 甚至於 補不起來 那我們就要整個 把這個供應鏈 把它替代掉 換掉 這個叫煩鏈 一個補鏈 部長 好 我希望經濟部要有具體的規劃 有有 因為在特別預算60頁裡面 沒有看到 細項裡面 你們科目裡面 沒有提到這一部分 怎麼樣奠定強單的計畫 怎麼樣去法規鬆綁 是 因應這樣的一個危機 換回轉機 我希望經濟部要有具體的規劃 是是 好 接下來 在這一次特別預算裡面 我發現 有很多編列的科目 事實上是跟去年一般公務預算裡面 是 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產業本身 最重要 就是 研發創新 好 這個到哪裡去 的確 在創新研發裡面 對 部長 是 你們在 去年度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最重要 利用創新研發 來守製我們的 研發人才 這個是一個 好 所以 我先請教部長 幾乎一樣 廠商研發 傳統產業研發 標竿企業研發 文字是一模一樣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那請教部長 是 細部規劃 是 有不同嗎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整個在 從產業來說的話 產業的固本 大概都是這幾個 領域在走 只是說 利用這一次的疫情 我們要如何來加碼 加快 然後 留置人才 好 我請教部長 所以你們要做的事情 是一樣嗎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概產業在發展 就是 創新研發 這個是 跟 所謂的疫情來說 疫情就是加碼 所以是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們加碼 是這樣嗎 因為 部長 你們是在用特別預算 做去年 已經編省 編省 省省完畢 的工預算 已經在執行的工作 我跟委員報告 是這樣嗎部長 整個產業的發展 就是創新研發 但是呢 碰到這個疫情 我們就是 因 對象不一樣 然後來做 加碼 來協助 好 沒關係 也看下面一張 好 同樣其他部會 也有這樣的情形 喔 文化部 一樣 我發現 英文 產業順心 去年度 也有編的一樣 相關的科目 包括社區營造振興 博物館振興 文化內容 產業振興 一模一樣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的是 你們到底是在用特別預算做 公預算已經在做的事情 還是你們細部規劃 是有不同 報告 這是完全不一樣 好 當然因為 藝文產業的類別 當然是一樣 但是項目是完全不一樣 好 我跟我們特別一點點時間說明 我們在這一次的文化藝術事業紓困 中文化藝術事業 是相當的困難 我在這邊真的 很難 是要懇請委員跟大院 能夠支持這一次 藝文產業納入特別預算紓困的範圍 好 我想我們絕對支持 所謂相關的預算 甚至我認為 文化部 你們在藝文產業振興 只編列1億 針對這件事情 飛水車薪 我們總共8億 那麼 紓困在前4億 振興在後4億 那我也認為不足 所以我特別文化部盤點了 已緩季級的預算7億 那麼這個是從公共建設計畫 公傳預算 我們依這個 災訪法43條 可以以緩季級 報警行政院同意 後續補充在後面 總共15億 我真的這一次 要真的懇請 我們不分黨派的委員 跟立法院 能夠支持 藝文產業的紓困 過去的紓困 其實我覺得像上次SARS的經驗 我最近看資料 其實對藝文產業的幫助 是不夠的 那我希望說 這個不論行政院或立法院 大家都能夠共同來支持藝文產業的紓困 好 所以 我想不管 政部長 省部長 如果你們 在特別預算裡面 提出的這些細部規劃 跟原本 一般公共預算是不同的 那細部規劃的部分 不同的地方 要送到立法院 因為在60頁的預算書裡面 看不出來 跟我們要資料我們一定會給 我們的辦法已經昨天報行政院了 那現在行政院核定之後 因為這是一特別條例執法 兩個禮拜之內 行政院院長已經有承諾 兩個禮拜之內執法會定定 所以執法定定之後 我想各部會我們都會跟各界來說明 也會來進一步了解說在補助的時候 事實上是不是還特別各界的意見 我們都會來進一步了解 所以我想委員需要任何資料 我們都會送給委員 好 所以謝謝部長 最後 既然談到文藝創新 在這一次的紓困方案裡面 有把它包含進去 所以 根據 文化部勞動部公開數據 創作與保養業的就業者 六成是屬於 沒有勞過關鍵的非典型商業人員 這一部分我希望 不管是文化部 你們要把它考量進去 因為 他們根據勞動法規 是沒有辦法 請你相關的事業起貨之前費 謝謝委員長期關心勞動權益 那我們這次也特別在文化藝術 事業團體及相關的自然人 包含有承攬關係等等 這次我們都納在辦法裡面 那我也會用盡大可能的 這個範圍來進行紓困跟協助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我們講案 講案案委員 我們現在開始休息